从演员的探生到我不是演员,这个延续了两季的综艺,一直都保持着超高的关注度和话题讨论度,可以说是这家卫视除去奔跑吧,兄弟之后的又一张王牌,因为关注度高,似乎不少演员都已上这个节目而感到幸运。 在第二期《我就是演员》的节目中,甄嬛穿上眉妆的扮演任兰希就说,自己接到《我就是演员》的邀请时,真的非常兴奋,兼少参加综艺的杨蓉也在这个节目中公开发声,希望导演、制作人能够多给30家、40家女演员一些机会,情到深处还落下泪来。 之前,任素希也说,希望制作方导演们能看到,长得虽然不漂亮,但真正有实力的好演员,《我就是演员》这个节目也成了不少演员呐喊,释放自己的一个平台,但有人想去就有人不想去。 早在去年演员的诞生播出时,就有两位演员去上节目,一位是老戏古何冰。 当然了,请何冰却不是当竞演嘉宾而是导师,但是何冰却拒绝在如此火爆的节目中露联,而且他的理由非常细利但也很专业,如果上个节目演员就能诞生了。 那还要电影学院,戏剧学院干嘛是,表演有他的专业性,不然也不会产生各个学派,各个体系了。 而且,何冰认为这个节目的本质,说到底还是综艺,为了达到节目效果和收视率,编导会考虑很多表演之外的东西。 果然老戏古说话就适应起,如果和冰真的能出现在导师席,说不定会有更多精准且专业的点评出现。 另外一个就是张艺山了,当初,因为宋达达是导师的缘故,有记者问张艺山会不会登上演员的诞生的舞台。 机智的张艺山当然是先夸赞了一波,肯定节目的形式和目的,然后再来个转折,认为表演不是比赛,自己肯定不会去参加。 这波回答真是,礼貌而不是微笑,小八给满分。 最后一位拒绝的演员是靠我不是要深刻演习攻略,被观众挤住的塔琢,谭琢直言这样不可控,的综艺会让自己不舒服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去年原历在网上爆料的节目黑幕。 另外,尊严,也是他不愿意去参加节目的重要原因。 一,毕竟,作为一个出道近十年,还曾入围扎那最佳女主角的实力派演员,要站在舞台上让别人对自己的专业水平指指点点,并不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。 这三位演员的拒绝理由,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精彩了。 虽然我就是演员目的是,希望能够为演员这个职业证明,向观众从专业的角度去看表演,可综艺就是综艺,总少不了叫制造各种话题和矛盾,来提高节目的关注度。 而且,许多演员在上了这个节目后,只获得了短暂的热度,之后的演艺之路该怎么发展还是照常,绝不会因为参加了一个综艺,自己的演艺事业, 就得到巨大的飞跃,一时的关注很难创造太多的效益。 毕竟制片方和出品方重视的一就是这个演员,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可观的收益。 所以,杨荣和任素希的诉求,能不能真正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。 但已经有演员能在公开平台说出自己的心声,也算是演艺行业一个小小小小的进步吧。